听读练习 一块跑 一块跳 一起享受运动的快乐 所以 我天性好动 爱玩 喜欢无拘无束 在上海上小学时 爸爸经常带着我看足球赛 这慢慢培养了我对足球的兴趣 凑巧的是 我们那一群女孩子也个个都喜欢踢球 那时候 足球是用纸团起来的 球场就是教室与教室中间的过道 我们总是焦急地盼望着下课铃声快点响 下课铃一响 我们就立即冲出教室练起来 一直到上课 现在想想 那时老师真好 能容得下我们这些女孩子在那里疯玩 我们甚至自己组队参加小学生运动会 结果拿了个倒数第二名 这次失败对我们的打击特别大 队伍也因此就解散了 后来 我考上了一所很好的中学 可我是铁了心的想去踢足球 因为 我觉得那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事 谁又能阻挡呢 从此 我就走上了足球之路 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我就经常跟她一起去打篮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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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只是个小胎儿的我 跟着妈妈一块儿跑 一块儿跳 当时 只是个小胎儿的我 跟着妈妈一块儿跑 一块儿跳 当时 只是个小胎儿的我 跟着妈妈一块儿跑 当时 只是个小胎儿的我 当时 只是个小胎儿的我 跟着妈妈一块儿跑 一块儿跳 一起享受运动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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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天性好动 爱玩 喜欢无拘无束 所以 我天性好动 爱玩 喜欢无拘无束 所以 我天性好动 爱玩 喜欢无拘无束 在上海上小学时 爸爸经常带着我看足球赛 在上海上小学时 在上海上小学时 爸爸经常带着我看足球赛 在上海上小学时 爸爸经常带着我看足球赛 在上海上小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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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经常带着我看足球赛 这 慢慢培养了我对足球的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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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凑巧的是 我们大一群女孩子 也各个都喜欢踢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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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足球是用纸团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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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场就是教室与教室中间的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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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总是焦急地盼望着下课铃声快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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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铃一响 我们就立即冲出教室练起来 一直到上课 下课铃一响 我们就立即冲出教室练起来 一直到上课 下课铃一响 我们就立即冲出教室练起来 一直到上课 下课铃一响 下课铃一响 我们就立即冲出教室练起来 一直到上课 现在想想 那时老师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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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容得下我们这些女孩子 在那里 在那里 能容得下 能容得下我们这些女孩子 在那里 疯玩 我们甚至 自己组队参加小学生运动会 我们甚至 自己组队参加 组队参加小学生运动会 我们甚至 自己组队参加小学生运动会 结果 结果拿了个倒数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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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失败 对我们的打击特别大 队伍也因此就解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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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考上了一所很好的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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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是铁了心的想去踢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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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那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事 谁又能阻挡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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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又能阻挡呢 从此我就走上了足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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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我就经常跟她一起去打篮球 当时只是个小胎儿的我 跟着妈妈一块跑 一块跳 一起享受运动的快乐 所以我天性好动 爱玩 喜欢无拘无束 在上海上小学时 爸爸经常带着我看足球赛 这慢慢培养了我对足球的兴趣 凑巧的是我们大一群女孩子也个个都喜欢踢球 那时候足球是用纸团起来的 球场就是教室与教室中间的过道 我们总是在下课 我们总是焦急地盼望着下课铃声快点响 下课铃一响 我们就立即冲出教室练起来 一直到上课 现在想想 那时老师真好 能容得下我们这些女孩子在那里疯玩 我们甚至自己组队参加小学生运动会 结果拿了个倒数第二名 这次失败对我们的打击特别大 队伍也因此就解散了 后来我考上了一所很好的中学 可我是铁了心的想去踢足球 因为我觉得那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事 谁又能阻挡呢 从此我就走上了足球之路 任由这次出带 都不被换十clock 明镇消息 码地毁 本就不被换十足指 感谢观看